供電一直見怪獸停在一旁 根本沒有工人動工 花蓮縣政府兩年前規劃 日出觀光香瀉大道 第二期工程幾乎全面停擺 因為1.4公里的步道 要價3.8億 被觀光局六度駁回 像這樣的潛坑法案 在花蓮的建設裡面 比比皆是 到底什麼樣的規劃 1.4公里竟然要花到3.8億 透過電腦動畫來看 這黑白相間的步道 看起來讓人直覺聯想 玩入賽車中的黑白方格旗 白色部分指名選用 來自大陸泉州的白花鋼石 黑色部分則是要用 印度黑花鋼石打造 每平方公尺要價1萬1 要價是一般造景石磚的 4倍價格 除了說可以營造它 比較好的一個質感 跟耐久度之外 後續的維護跟維修的 這樣的一個成本投注 跟你這次一次把它做好 讓我們永久都可以使用 那以後維護的成本降低 花蓮日出觀光香蟹大道 形容高級花鋼石 雖然比較耐用 但價格也比較貴 比比全台其他造景步道 台中草物道 只有水泥鋪面 造價2000元以內 看起來卻沒有廉價感 西門徒步區是高壓磚 價格也很親民 每平方公尺只要3500左右 花的錢會比較貴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沒什麼 2014年新府就開始規劃 花蓮這條自由街 要打造一條媲美韓國清西川的 日出觀光香蟹大道 當年一開始 預定斥資6億3700萬 以三期進行整治 現在更傳出1.4公里 要價3.8億 雖然住在附近的居民 大舉雙手贊成 但看在觀光局眼裡 六度駁回 因為價格實在太高昂 記者吳采勛 楊文欣 花蓮採訪報導